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 为大家提供的PHP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17章 多用户留言系统7.8版评论图片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要将做好的图片 进行一个评论的功能 让各个网友可以去评论 对不对 各个用户去评论 那么现在呢 我们做三样 第一个呢 创建一个评论表 写录表和显示评论 那么这个和我们之前的帖子的回复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呢 直接怎么样啊 复制就可以了 所以说你前面做的 你应有这个复制的能力 好 那么我们先升级一个版本 是7点多少 7.8 text gast 7.8 打开 导入一下 nest 7.7 好 导入进来之后呢 先打开它 7.8 呃 我们先选一个登录吧 选一个nami 对吧 登录一下 登录它为会员 237c 点相册 好 比如说点其中一个 嗯 点哪个呢 我们就还是这个吧 对吧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 我们做一个回复功能 首先第一个呢 它这边呢 要饱满起来 对吧 现在一点内容不得少于十位 呃 这个要填进去 我们看一看 打开 我们这里的找一找在哪 太多了 找不到了 嗯 这个 好 打开之后呢 应该是在我们上一节 个是写到这边 如果登录的情况下有 那么这边呢 是用的id 对不对 好 这个id这边 然后这个类型呢 是不要的 这是我们复制的 对吧 好 然后还有的地方 是它的re title title呢 这边是它的名字 我们这边直接写name 就可以了 然后看一下 有了吧 channel叫美美酒 好 那么点击内容不得超于十位 填上去回复 然后我怎么办呢 一填的话是action的re fault 然后我们在这里 好 取值的上面做一个 叫做评论 对吧 评论 如果括号get谁 action 等于等于谁啊 评论i p h o t o 好 里面写评论 当然我们现在表还没有 先做 先把表给创建起来 php 好 进去 在这里呢 我创建一个表 它的表的名字呢 叫做tgp h o t o fot 好 然后十个 tg id 8位 正的 额外 自动编号 id 好 继续 tg 名字叫title 20位 对吧 这个叫做图片名吧 这叫图片名 图片名要不要存进去呢 这不是图片名是评论名 评论名 评论标题 下面一个 评论内容叫text 这是备注型 评论内容 下面一个 tg 呃 它到底是哪张图片呢 我们用side来表示 正的 好 图片的id 好 然后 下面是 我们看一看 还要显示什么呢 下面 1234 就是显示 它的 是谁评论的 ifname 20位 评论者 好 5个够了 最后来个评论的时间 对 好 这样子的时候 那个 datum 评论时间写下 点击保存 保存之后点浏览 好 这么几个 我们添加的时候就添加进去 然后一点 我们打开 呃 文章页 打开文章页 第一步呢 点击的时候 你首先判断验证嘛 当然它这边还有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判断验证嘛 到底用不用的时候 我们这边一律都不做了 直接第一步先判断验证嘛 第二步呢 先判断它的唯一标识符 cookie的唯一标识符 如果它判断的 不正确 说明你是非法登录 好 然后下面一步 这个去掉一个 接收数据 接收数据呢 跟这边是一样的 我把这一大段全部复制过来 接收数据 接收哪些数据呢 嗯 type是没有的 content usename是有的 content 这个 这个叫side 那么传过来的也叫side 那么下面有没有side呢 我们看一看 呃 当你点击这个 有 这边要改成side 然后这边是id 对吧 这是id 这是可以的 好 然后title也有 呃 content也有 好 都有 然后接收过来之后呢 我们要写入数据库 好 写入数据库复制 就把这一大段复制一下 粘贴 写入的我们先看 写入的是哪张表 是 photo c-u-n-n-e-n-d 是吧 是这张表吧 我们看一下 对吧 是这张表 没有错 没错 然后呢 写入的时候 我要写一个side进去 这边也是side 其他的title是不需要的 不不错了 是type是不需要的 type不需要 看 12345 12345 好 成功了之后 我们来判断它有没有写成功 有没有影响到行数 复制到下面粘贴一下 然后选择 反type一下 好 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 这个第一个也不要 就是搞时间的东西 我们也不要 这个也不要 这个也不要 这个叫做评论成功 然后这边呢 叫如果没有影响到 就评论失败 然后我们这边要让它进到 我本身的页面叫 photodetarl 对吧 评论页面 然后id呢 回到它本身的19 这个19是哪了呀 就是side 好 就是side 好 搞明白了吧 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发布 发布一个我们试看啊 试试看 这样基本上没有了啊 然后这边呢 增加一个增加一个 这边也要注意了 这个因为是主题的 这个是不要的 对不对 就是tgid等于side就可以了啊 好 在这个 然后它的它的表的名称呢 就是嗯 photo就行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这几个功能 也就是说 评论量是6是吧 好 我把它改一下啊 这是我们之前做测试时的用的 我把评论量改成0 是第几张图片 是19这张图片 点一下 评论量是6 我改成0 好 刷新一下 评论量是0 对不对 好 我现在呢 嗯 我非常喜欢这位姐姐 对不对 然后呢 发一个表情 嗯 轻轻 好 然后我们来932a 932a 评论成功 返回 还返回了这个页面 好 这个时候 它写的评论量为1 这个评论量为 评论量是1 就是这句话影响到的啊 这句话影响到的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个点击图片评论的这边有没有 好 ID是1 标题是这个 我非常喜欢这妹妹 哦 这个姐姐 然后 赛的是19 就表示那个图片 是谁发布的 是难美 对吧 难美是妹妹 对不对 然后什么时候发布 OK 没问题 好 我这个时候呢 不停的再来 我多来几个 我来个四五个啊 ZD2A 验证码不正确 再来 CD40 评论成功 好 继续 换一个 5A30 好 继续 换 懒得发 发文本了啊 直接用表情 52 好 这时候我们点击浏览一下 有四条了吧 有四条 再发 再发三条 三条啊 19 D7 再来 FB30 再来 82 第四 好 做了很多评论 都是一个人 都是难美评论的 评论的七条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下一步 我要在它的下面 显示出它的 显示出这张图片的 所有的评论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的采用 它这一块的内容 呃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评论 我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在这里 C 是吧 C 很多 很乱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搞清楚之后 再复制 嗯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一大段 粘贴一下 好 一定要搞清楚是 RE 是RE这一段 好 我复制一下 变成这样子了 对不对 变成这样子了 好 我把CSS也复制过来 嗯 首先是我自己的CSS 就是 这个 然后我打开这个 我这个 它的CSS 那么有两个内容 大家看 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class等于RE 还有classuser classcontentuser之类的 我们就把这边的CSS复制过来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找到 好 content有 对不对 我把content全部拿过来 content的这一块 好 这边 C 我拉到最下面 回车 Ctrl V 那么还有就是class等于RE的那一块 拿过来 好 RE的这一块 RE 找到了 好 C Ctrl C 好 这两块 那么我把前面的这个 呃 文本 这个文 帖子呢 这个这个换一下 Ctrl F 我把 找到它 然后换成P 换成P HOTO 然后全部换一下 好 然后Ctrl S 保存一下 刷新 哎 大家看到没有 变化了吧 变化 OK 当然这个图片 因为我数据库还没取 所以说它显示不出来 这个没关系 我们继续 好 继续 现在有七条数据 我肯定要循环出七个来 好 这个CSS就过去了 那么 这一大段呢 显示的是这 我还要做分页 是不是 所以我们往上看啊 往上看 这个是它的那个循环 先不着急 前面还有 因为要做分页 那么这一块是这一块 读取回帖 就是这块内容 我把这块内容复制一下 Ctrl C 我拉到这里 我这边的也有取值 取值的下面 累积阅读数 然后读取它的核心内容 对不对 这个读取到了之后呢 我们下去 这边就是读取回帖 我们这边改一下 叫读取评论 读取评论 然后它找到的是哪张表啊 找到的是 p-h-o-t-o-c-u-n-n-e-n-d 然后找到的是 side等于你这边的ID 那么就是ID 取得了它这个图片的ID 然后我要取得username 这个不需要 然后title content的时间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还有名称 side不需要 是吧 content的title 没了 一二三四 取三个就够了 对吧 然后哪张表呢 p-h-o-t-o-c-u-n-n-e-n-d 然后这边是改成side 不叫回帖了 叫side对吧 好 然后是按照时间的正序 这样子可以了 刷新一下 看看有没有错误啊 一刷新 没有错误 这个变了一下 其他没变 好 那么继续 读取评论已经读取完毕 然后做成了分页 分页是每页十条 每页十条 每页十条 我一下往下拉 那么就是做最快的循环 好 然后往下拉 也不就这一段 是吧 我把这一段的完完整整的复制下来 一直到 这个从哪边到哪边呢 好 这个地方还比较难搞 我先付一点点来 我这边没有什么一楼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这个地方 我这个可以改成一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管 那么这个type是不需要的 其他的时间呢 时间 时间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这边还要加个时间 tg 对 那么时间是需要的 这边拿到值 拿到值这边 我在最后的位置上 我给他来一个问号就可以了 哦 不不 来一个这个括弧号 我们看看是不是循环出七个来 怎么一个没循环出来 如果他有值这样子 然后循环出来 rose 这个 是十九 然后这边呢 也是十九 我们看看哪边有问题啊 哦 要tg side等于 我们这边搞错了 是tg side 这边也是tg side 好 这边应该是id 注意了 id 嗯 好 一条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六条 七条 七条 已经全部出来 但是中间没有 没有那个 那个 分割线 分割线 所以我要在他的 在他的上面 加一个分割线 复制这个 加一个分割线 再来看一看 好 一个分割线 分割线都有了 那么下一步呢 就是将他全部显示出来 好 继续 下面还有 通过上面的信息呢 来找到 啊 我们看看这边是不是 这个叫title 啊 就叫IEtitle吧 这个就不变了 通过上面的信息呢 我们找到用户的信息 就是这一段 这段 Ctrl C 我到这里呢 我Ctrl V 粘贴一下 好 用户信息也找到了 看看有没有错误 然后呢 它下面还要做个楼层 对吧 楼层我们就不要了 直接复制下面的 好 这样就可以了啊 好 好 正好对齐 这个用户可能被删除 这样的我们刷新一下 哎 有了吧 这个名字还没有 因为我们这边删的楼层这一关没有加 我们这边不不做楼层 不不做楼层 所以它这块呢 有个HTML 这块把它去掉 就可以了 嗯 其他的都一样 刷新一下 OK 好 看看还是什么 都是纳美发的 对不对 都是纳美发的 嗯 没问题 嗯 现在是纳美 20102525 这时间也对 时间也对 然后就是这个楼层的问题 这个一楼吗 我为什么都是一楼啊 所以我们这边改一改 看看哪边出问题 在最下面的位置上 它有加一 R加加 好 是这个问题 幻想 1234567 好 那么最后呢 你当然还要做个分页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销毁 再加个分页 这边有个1 但是我点这个呢 非法操作 好 来看 那么为了处理分页 因为它是每页10条 它不足10条 它没有分页 所以呢 我这边为了测试呢 我将我这里的 上面的分页 这边改成2 每页两条 这样就会有4个分页 对吧 好 第二页就非法操作了 这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配置等于2 ID没有了 所以呢 依此类推 我在这边找到那个那段 大家看 找到 楼 找到那个ID 放到它的上面 放进一个全局变量 带个带餐 这边呢 用ID等于ID就行了 就不要ReID了 对吧 可以 刷新一下 没问题 对不对 好 三楼 三四 点第三页 五六 那么这个也不隐藏了 不要隐藏了 这个也不要隐藏了 就每次都看到 好 最后就一个 是吧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换一个人登录看看 用索罗罗来登录 一三弟弟 相册 还是点他 那么这边也没有显示出评论量 是吧 等会再说啊 那我现在 我也非常喜欢 这位姐姐 好 五七五九 五七五九 点击发表帖子 评论成功 回来 回来之后呢 你点第四页 给大家看一下 诶索罗发的 发的 对吧 我也喜欢这位姐姐 OK 没问题 那么这边的ICU 什么意思啊 是一张图片 是吧 好 这个我们是不需要的 嗯 是主题旁边 主题旁边 有一个H3 旁边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不要 这什么意思啊 回复是吧 回复 回复我们没做是吧 回复我们也不要 嗯 就行 嗯 好了 没问题了 好 然后再把它改成十个吧 拉到这边 是 那我们来测试其他图片 看看能不能成功 好 这是第一页 来换一个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对吧 嗯 难道一个 这个没有 一个 是吧 没有 好看了啊 嗯 不错 不错 好 然后 没到十位是吧 再来 34F5 34F5 点发表帖子 评论成功回来 有了 不错 不错 OK 所有罗发的 好 那么这个我们就做完了 比较绕啊 比较绕 因为是复制了前面 所以速度比较快 对吧 前面都讲过了 大家自己去看 好 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.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160.com 联合提供 本次的总老师 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160.com gmail.com 我的博客 hi 百度.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